所以我相信不管馬克宏將來做什麼 或歐盟做什麼 如果斯林斯基總統 或其他烏克蘭的政府官員 覺得不夠的話 他們還是會批評 所以他們也不會 不一定的斯林斯基會說 我很高興這個馬克宏連任成功 因為他們還是對歐盟 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 歡迎加入環宇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以晴 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 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告訴我們 您在哪一個城市收看 最近北京上海的朋友 防疫辛苦了 我們馬上邀請來賓 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 首先歡迎政大國發所助理教授 王安雅教授 觀眾大家好主持人好 前立委文化大學教授郭正亮委員 大家平安 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 方恩格Ras 大家好 我們要帶大家觀察 開戰超過兩個月的烏俄戰爭 還有機會和平收場嗎 最新的發展是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 禮拜二提出警告 烏俄戰爭有可能升級為 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還說北約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就等於實質上 在與俄羅斯交戰 拉夫羅夫這番說法警告意味濃厚 但各國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拉夫羅夫 放話有可能升級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有哪些條件或者前提 俄羅斯有可能跟北約爆發正面衝突嗎 我們請問郭委員 您覺得紅線在哪裡 紅線就是直接出兵 那目前看出來是 因為昨天他們在那個德國的美軍基地 召開那個44國的會議 那應該會有很多國家提供相關的軍備 而且這次 恐怕很多都是重武器 比如說美國提供的榴彈炮 1555口徑 就從這個 大概他從18門現在增加 再增加72門 那本來是4萬枚炮彈 現在又增加了14萬枚炮彈 那就是 未來啦 那法國也說他要提供自走炮 那德國也開始改口說要提供 那個戰車 那所以我認為就是 俄羅斯認為這樣就已經是準參戰了 可是他還是沒有把這個直接認為是紅線 他就認為說如果真的有軍隊進來 那就是參戰 好 無二開戰有沒有可能外溢到烏克蘭周圍的國家 而且我們發現俄國不是嘴巴收縮而已 4月21號俄國試射薩爾瑪特 可惜核武彈道飛彈 當時普丁就放話新型武器 號稱將使敵人 三思而後行 同時法國大選剛剛塵埃落定 馬克宏連任成功 那麼接下來烏尔大戰能否降溫 法德兩國的動作也值得觀察 現任的總統馬克宏繼續連任 那麼他成為法國20年來第一位成功連任的總統 美國之音選前曾經報導 如果是由親俄羅斯的雷鵬當選的話 那麼法國很可能會停止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並且軟化對俄羅斯的制裁 對普丁做出政治讓步 間接就削弱北約跟歐盟 但是馬克宏順利連任之後 在軍援制裁加強與北約跟歐盟合作等政策方面 難道就會持續對烏克蘭軍援對於普丁態度更為強硬嗎 連任之後的馬克宏 接下來對烏俄戰爭的態度會不會有所轉變 我們繼續請問Rus 但是他會有比較獨立的外交或軍事的證實 所以當然這個結果 最高興的是美國 烏克蘭會不會高興 不一定 因為烏克蘭他們有一個特色 不管是總統或其他的政府高層 在過去兩個月 雖然他們是很感謝國際社會的幫忙 但是如果他們覺得是不夠 不管是軍事 或者是軍員或其他的幫忙 如果他們覺得不夠的話 他們也會公開很直接批評 所以我相信不管馬克宏將來做什麼 或歐盟做什麼 如果斯林斯基總統或其他烏克蘭的政府官員 覺得不夠的話 他們還是會批評 所以他們也不會 不一定的斯林斯基會說 我很高興這個馬克宏連任成功 因為他們還是對歐盟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 法國大選的結果 無論如何還是勢必會對烏俄戰爭帶來影響 事實上這場戰爭對全球都有影響 當然對亞洲也不例外 國際貨幣基金亞太部門代理主任 古德沃爾夫就表示 亞洲受到烏俄戰爭的衝擊 面臨停滯性通貨膨脹的情況 到底有多嚴重呢 今年亞洲的通膨預計升高到3.2% 經濟成長預測下滑到4.9% 面對這一波通膨危機 亞洲各國又該如何應對 烏俄戰爭對於亞洲經濟 特別是在哪些層面或者項目 帶來負面的影響 我們請問王教授 事實上這個烏俄戰爭 第一個影響應該是歐洲了 歐洲的成長已經沒什麼成長了 那又因為美國升息的關係 所以他們被逼得要跟著做升息的動作 然後烏克蘭的糧食 這個俄羅斯的天然氣 又是對歐洲非常重要 所以歐洲的通膨壓力 跟它的stackflation 這個壓力是最大的 那亞洲事實上面對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 事實上是Fed的一個升息 因為這個美元走強 過去中從來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這些新興國家 這個它的負債 外幣的負債是以美元計價 而它的資產是本國幣計價 所以當美元走強的時候 他們都有非常大的一個recession risk 以前在80年代的 這個拉丁美洲的一個危機 90年代我們記得亞洲的金融風暴 都是在這個一個架構下的一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亞洲最大的危機 事實上就是說新興國家最大的危機 亞洲不會倖免於外的 也就是一個美元走強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烏爾戰爭會有一個secondary 一個外溢的效應 但是我覺得這個Fed的一個升息 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影響數 好 剛剛王教授特別點出 就是Fed快於預期的持續升息 當然還包括烏克蘭戰爭進一步升級 還有全球新的疫情浪潮 以及中國大陸商業重鎮 長期廣泛的風控 這些都是亞洲成長前景面臨的風險 因應多重的全球危機 大家別忘了 印度的立場跟做法 也一直很耐人尋味 我們看到在美國總統拜登 英國首相強身相繼拜訪之後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他也來到新德里訪問 他並且強調印度的中立立場 會對印太地區帶來影響 因為俄羅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聯手 就是印度最大的競爭對手 范德萊恩說 戰爭的結果不僅決定歐洲未來 也將會對印太地區 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跟環與全世界 上個禮拜我們特別提到 印度的國安顧問認為 都是因為西方國家制裁 更加深中俄之間的合作 這樣的看法似乎正好相反 接著要請問郭委員 美國帶頭改變風向 然後英國 歐盟接連出馬 遊說印度選邊站對抗俄羅斯 這樣就可以讓印度買單嗎 那麼特別是對於印度來說 採取哪一種戰略 才能避免中俄合作 進而對印度造成壓力 印度不會理他 印度本來就 他只是暫停購買俄羅斯石油 可是你看到他繼續買俄羅斯的煤炭 因為有優惠嘛 當然是 打折嘛 而且連英國都打算用蘆布 要買俄羅斯的能源 那你怎麼不去搞英國呢 你為什麼要來找印度呢 英國好歹還是歐盟的前成員 不是嗎 而且歐洲有很多國家 我認為在5月30號之前 就會讓步 用蘆布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為什麼呢 撐不住 因為很多國家 他都是超過40到80% 甚至100% 所以他們不可能撐得住 事實上連剛剛那位 國際貨幣基金認為亞洲會有滯脹 我也不同意 事實上亞洲是 最有可能沒有滯脹的國家 最可能滯脹的是歐洲 然後第二個是美國 事實上印度的今年的成長率 一般估計至少是8以上 8% 那中國穩在5%或5.5% 還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根據是什麼 事實上他應該先去看歐洲 歐洲現在是最糟糕的狀況 那尤其是美國如果是因為 要用軍事來對抗俄羅斯 那使得歐盟不得不在經濟制裁上 繼續配合到底 那後面的後果會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認為馬克宏當選之後 因為他是歐盟的輪資主席 我認為他很快就會結合德國 然後在經濟上提出不同的主張 因為歐洲撐不下去 這個是非常顯而易見 的確如同委員的說法 烏爾戰爭開打以來 我們看到印度官方 並沒有跟歐美國家同調譴責俄國 印度反而是幫西方大國上了寶貴的一課 代價而估的策略非常成功 也就是站在比較有力的位置上 無論是美國歐盟或者中國大陸 現在都想拉攏跟印度的關係 也讓西方國家知道 想要拉攏印度 就得要順著印度本身的國家利益 來進行合作 不過烏爾戰爭也深深影響 歐洲到中國大陸的交通 最近BMW跟奧迪這兩家公司 因為戰爭導致火車運輸風險升高 所以宣布暫停透過陸運供貨給中國大陸 日經亞洲報導 透過火車陸運的成本高於海運 但是可以比較快的速度送到中國大陸 根據德國杜伊斯堡港口集團統計 儘管戰爭期間歐洲列車班次不變 彈運量下降20%到30% 戰火影響中歐之間的交通 對中國大陸產業供應鏈的影響又有多大 特別是一帶一路的拓展 短期影響會有哪些 我們請教Ross 這個當然是不只是對歐洲 我覺得是對中國是很大的損失 因為很多企業是放很多希望在這個陸運 這個Train 這個選擇 雖然在剛開始剛開通的時候 價值當然是比海運高很多 但是永久的話 那就價值就會慢慢下降了 那目前如果是中斷的話 因為不能通過殘區或俄羅斯等等 因為制裁或戰爭 那當然是對雙方 不能說是對歐洲的出口商是損失 也是對中國是一個好大的損失了 會不會因為這個理由 像郭委員剛說了 法國和德國不久之後 對俄羅斯制裁會有一些亂部 這個我覺得有點太早 要看戰爭是怎麼發展 對 如果技術有類似這些戰爭的事件的話 我覺得法國 德國還是很難 有任何 對 尤其是在制裁方面 有任何的這個亂部 所以關鍵可能是在中國那邊 他們會不會有一些單方面的調整 譬如說關稅方面 或他們會說服中國的海運公司 或是減低他們的購物費 對 其實中國雖然不是歐洲想看的情況 更不是美國想看到的情況 但是不能排除 中國還是會有比較多的選擇 而且最後他們會說 你看 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 是由我們來幫忙歐洲和經濟了 這個是值得關鍵 為了麻煩剖 nonprofit 只能讓我們去看